大家好, 今天就做一個糖醋雞翼和大家分享 這裡有急凍雞翼有9隻, 溶一雪, 洗乾淨了, 也會晾好水 會馬上來醃一下 在醃之前, 再講講還有其他配料 冰糖碎有30克, 蒜頭有3粒, 薑有4片, 塵皮有2茄子, 浸軟後去到中間的鍋子和切成絲 切絲的原因是因為很容易出味, 所以這些材料就相當簡單 我們先來醃一下雞翼 首先是1湯匙的生抽 然後是半湯匙的老抽 加一點胡椒粉 1茶匙的糖 1茶匙的粟粉 然後加3分4茶匙的油鹽 拌勻 拌勻 混合後,把油封在旁邊 醃了半小時 半小時後,煮完後再和大家繼續 記得煮之前,把多餘的醃料倒進去 不然就太過彈了 因為這次是炆煮的形式 所以不需要做脆口感 把鍋煮的時候再和大家繼續 先開始煎一煎雞肉 在一個鍋裡,我放了一湯匙多一點油 現在先放些薑片去煎 用中大火 然後把鍋煮到中火 熱了,然後把鍋煮到中火 然後把鍋煮到中火 很快要煎到,把薑片煎到中火 然後把鍋煮到中火 然後把鍋煮到中火 先把鍋煮上來 吃点早餘 bra 然後把糖放進去 把糖放進去 蒜苗會放過幾十秒 可以爆發一些香味 在这些里面有点,加入鸡蛋 加入鸡蛋 现在煎了1分钟 煎熟了液汁 现在放入大火 煎至松辣椒 在墨边沾一点 煎至松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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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汤匙 再煎至松辣椒 煎至松辣椒 煎至松辣椒 煎至中火 煎至松辣椒 煎至10分钟 10分钟之后就继续 鸡翅已经炆了10分钟 汁也开始收紧 颜色就很在乎你的个人喜好 如果你喜欢深色点的话 你可以加一些老抽 又或者你可以用黑醋 但是我觉得鸡翅对白酥味会更好 现在就加一点甜味 加大约2茶匙的蜜油 再加1汤匙半的白醋 因为很多人喜欢用黑醋来做 但是我觉得鸡翅用米醋的味道是要好一点的 现在我转了做一个中大火 做一个收汁 最后一个甜味 然后可以做一个小味 然后可以做一个小味 然后搅拌了 OK了 现在我们用鸡翅出来 再和大家一起做 好的 这个是酸酸甜甜 现在天气ον涂开始转热 所以所以才会用一个我们来处理的饭 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like支持一下 多谢大家 拜拜